美国军事部署印太地区 最后一块拼图完成了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出访菲律宾 跟菲律宾达成了协议 允许美国多使用四个军事基地 新增的地点可能在离台湾最近的旅宋岛 以及靠近争议的南沙群岛巴拉旺岛等地 显然要反制中国大陆在台海跟南海 日益增加的军事行动 而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则回呛 美方出于一己私利 抱着零和思维 加强军事部署是危害地区的和平稳定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亚洲行最后一站菲律宾 与这个前美国殖民地达成重大协议 基于2014年加强防务合作协定 未来美国将可多使用菲律宾四个基地 完成美国在印太地区一系列布局 被从日本韩国南到澳洲的同盟湖线缺口 就此补上 在中国军力日益增强 对台湾和南海态度日益强移下 菲律宾紧邻这两个地区最大潜在暴点 战略重要性应援盟 在奥斯丁领军下 美国强化区域安全伙伴关系 升级与亚洲盟国的军备和部署 过去美国海外最大两个海军和空军基地 就在菲律宾 不过在1990年代初期关闭 但之后美军重返 与飞国部队进行大规模战斗演习 目前美国一颗使用五个菲律宾军事基地 日常约500名美军驻扎 每年有数千人轮替进出 执行军演人道援助训练和其他任务 新协议下 美军一共可使用九个基地 华府也将拨款8200万美元 相当台币24.3亿 两国国防部长都没有透露新增的基地地点 前菲律宾军事将领表示 美方要求使用北边 最靠近台湾的旅宋岛的基地 以及据争议的南沙群岛附近 位于菲律宾西南的巴拉旺岛 以及美国在苏比克湾的旧军事设施 华府智库专家指出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可能进驻这些战略区域地点 美国在印太的五个盟友 澳洲 韩国 日本 菲律宾和泰国 其中菲律宾距离台湾最近 旅宋岛北端更近200公里 专家指出 旅宋岛有可能成为美军部署火箭 飞弹和火炮系统的地点 可用于反击对台的两侵入侵 美飞在亲中反美的前总统 独特地执政下 关系荡到谷底 去年小马可市上台后 两国关系回暖 小马可市胜选后 更以两次为美国总统拜登 不过奥斯丁到访当天 基地外也有数十人抗议 谴责两国防务协议 直指会升高区域紧张 中国大陆外交部也说 国家之间的防务合作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拜登政府上台后 试图向北京高层保证 不会像冷战期间 对苏联那样围堵中国 但如今扩大在菲律宾部署 无疑显示美国的定位 仍在抑制中国军力 强化协防台湾能力 且选在国务卿布林肯 仿中前夕宣布 时间点相当微妙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